農德PTA厂 以民国91年建造完成投入生产 主要生产纯对骨热钾酸 是衣服及保特瓶的上游原料 配合经济部能源局节能减碳的方针 在本企业王总裁 洪副董事长 吕总经理的带领下 订定公司节能政策 每年以节气节电各降低5%为目标 并导入ISO501能源管理制度 将场内各单元的用气及用电 进行整合改造 针对此次的节能改善方案 我们主要有在纯化段增设高压过滤机 在氧化段我们增设减存法 这些在节电跟节气都有不错的效益 我们隆德BTA厂的存化段 主要就是将半成品加轻进行存化 将它的存度提升到符合我们出货的规定 那我们针对节能部分 原本是由两段的分离过滤 那我们现在增设新型的设备的部分 我们以一台设备 它里面就分成四个区块 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以一台新型的高压过滤机 取代了旧有的三台高压离心机 及两台真控过滤机 那我们每个小时能够节电 大概是1420千瓦 在干燥上它的蒸汽使用量 它也是有了免小时降低了大概17吨的一个成效 隆德BTA厂它氧化段制成的部分 主要就是将我们的原料 对二甲本 跟我们的空气进行氧化反应 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半成品对本二甲酸 因为它在反应中需要用到触眉 我们触眉我们是回收在使用的 那在回收的部分 因为环保及节能的关系 所以我们引进了碳层法 取代了传统的焚化法 进而达到我们节能的改善 透过这样的改善 我们在节电的部分 每小时节省了141千瓦 那在蒸汽的部分 我们节省了每小时1.9吨的蒸汽 台湾公司已在节能减碳 及行软经济耕耘多年 我们追求的不只是降低生产成本 更以保护环境 爱护地球为使命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节能标杆 继统开来 造亭拍拼 真是台湾 台湾 战 继继续 继续 继续 继续